欢迎回来日线日宗 在春秋战国时代 中国还有活人殉葬的陋席 到了秦代 秦始皇不只是帮自己 打造了一个富丽堂皇的地下宫殿 塑造兵马俑永远陪伴自己 就在2012年 考古人员更在秦始皇的陵园里头 发现了99座的墓葬 根据专家推测 这些密集排列相当整齐的墓葬 很可能就是秦始皇后妃的陪葬墓 可见当时陪葬人数之多 相当惊人 主要的原因是 当时的妃嫔被视为皇帝的财产 只要没有生下孩子的 一律以陪葬来建立攻击 由于陪葬实在是太残忍了 汉朝曾经一度废止 不过令人觉得最恐怖的是 到了明朝 朱元璋竟然回复了这样的制度 让人权的进展走回头路 实在是让人不寒而栗 今时已到 请娘娘们入皇陵 后妃活人殉葬 殷州君王死后就很盛行 集权专制下 金银珠宝奴隶士兵都得陪葬 媒艳的妻妾 当然也会送到坟墓当中 慢慢不可以 大王难道非弄的王国 才能明白吗 王国也不要你管 蜂火系诸侯的周幽王 大幕中有百余巨骨骸 《西经》杂技中就写到 尸首中只有一具是男性 其他全为女性 这具男尸还没确定是否为周幽王 但这些女人都是他死后殉葬的后妃宫女 这件事情发展到了商朝 就大约三千六七百年前 他已经变成一个很大规模的葬礼 所以后妃会不会殉葬 当然会 因为如果皇帝喜欢他 那皇帝死了之后 他就要到阴间去陪伴 继续服侍皇帝 商周时期殉葬盛行 春秋时代秦武宫下葬时 也有66人殉葬 秦武宫死后陪葬者达到77人 后妃活人殉葬时有所闻 春秋年间出土的一座靖安大墓 是最早的案例 但里头的怪事接踵而来 考古学家打开棺木时 赫然发现里头多具骨骸 都呈现不正常黑色 在头骨上头 更有许多像植物形状的 绿色结晶体 十一具人体骨骸中 甚至整个骨腔都长满了 这种结晶 经过分析 这些尸骨都是15到25岁的年轻女性 而上头的结晶是灵和铁的混合毒药 再加上她们身穿华美高贵服饰 有极高可能是集体服毒自禁的后肥殉葬 像等级比较高的嫔妃殉葬 多半都是用浮水银 浮食水银会拱重你暴毙 然后你的尸身会被水银保存 所以会保存得非常良好 水银 磷酸 殉葬后肥 多半是先自杀再被抬入墓穴 各地蜂王过世想同等待遇 到了秦始皇驾崩 秦皇陵内上千上万人一同殉葬 规模之大 宫女后妃就多达百人之上 秦始皇当年在营建厄房宫的时候 那这个回廊经过每个转折的地方 就有一间房间 一间屋子 每个屋子里面就放几个美女在里面 这些陪伤坑里面翻开来看以后 里面有这个女性的尸骨在里面 每个坑打开来看的话 里面事实上的话 都不止一个人在里面 就是三四个人或四五个人 就正在里面这样子的 皇陵一旦修成 朕要将所有的民夫封闭在地宫中 给朕殉葬 这时还是要蒙奈情来办 这等于是要活埋七十万人 他要我去做 除了数十万工匠 实际司马迁也写到 当初秦始皇死后 秦二世就说 先帝后宫非有死者 出言不疑皆令从死 意思就是 没有生下皇嗣的 权术都得殉葬 救救我 救救我 我还那么年轻 我不想死 救救我 救救我 我从来都没有被宠庆过 是太后指定让他殉葬吗 不是太后指定让他殉葬 是所有先帝的妃嫔 但凡无所出的人都要殉葬 您也是 对皇家没有做出贡献的人 那你可能就是被列为殉葬的人 什么叫对皇家没贡献呢 就是你没有生小孩 所以只要是没有生育 养儿育女没有生育的 这些公女或是这些妃嫔 就会被列为这种殉葬的行业人员 游子寺的嫔妃免于一死 历代皇后由于地位尊贵 也几乎不用殉葬 殉葬制度相周为大宗 秦朝复苏 本来学者研究 汉朝已经废除殉葬制度 但最新出土的汉武帝大墓茂林 考古发现陪葬坑 竟然凌驾秦始皇之上 后妃以及未婚民间女子 均列为殉葬名单 眼下当务之急 就是要在民间 召集年满十六周岁的未婚女子 为大王殉葬 这是规矩 也是场面上的交代 我可不希望出任何查阻 汉武帝死的时候 他的后妃也都有殉葬 中国开挖汉武帝的林情 就是茂林 发现了他的周边 有数十个大型的殉葬者的坟墓 也就是说汉武帝不但有殉葬 而且他殉葬的规模还非常大 是数万人这个人籍 汉武帝后废止活人殉葬 但明朝朱元璋 有再度大举绞死后妃带入林墓 明英宗仁慈 在遗教中明令禁止 清除因为正旨因素又有后妃殉葬 千年来人性对抗专制政权 就是因为太过残忍暴虐 所有生殉的意见就是说 你呢就是说 人活着带到这个旁边去挖好坑旁边去 然后到那边过去以后的话 那有人等着你就把人杀了 那通常呢 这个生殉那种坑的话 因为都是满凄惨的 因为没有人愿意这个知道吧 活生生被杀死的 所以通常生殉的坑挖出来看的话 里面的尸骨都蛮凌乱的 喊什么呀喊 你见过他 他们全吊死了 上吊刺白铃 饮毒酒自尽 殉葬前最后一餐更是丰盛豪华 此后家人也会备受领域 好饿喔 来 你猜猜 他们会做些什么好吃的 来招待我们这些殉葬的贵人 我自愿替别人来殉葬 就想吃口饱饭 死算什么 早晚的事 说不定我哪天投胎做了大小姐 会比现在的日子过得好呢 如果是你主动表达说你要殉葬 为主而死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国家就会有一些比较优待的条件 从优服序 让你有很多的这种金钱 来帮助你做家事 让你的这个后代就会好一点 后妃们当初殉葬时的惊恐瞬间 在一句句出土的遗骸上化为永恒 留下的历史文物即使考究丰富 但手段残忍令人唏嘘